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究竟是什么? 佛教徒又应该用什么心态去了解泰国的佛牌和法物? 泰国各式各样的佛牌和法物与泰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他们的生活和心理上 这些佛牌和法物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佛教法物是自古千年以来已经有的东西 佛教法物的历史也不止限于泰国 其他国家长期以来都有使用法物 而且相信可以防止各种危险 还包括能够获得财运和幸运 法物因此被视为一种科学 在原子时代以来就与人类共存到现在 在现代科技先进的时代 法物仍然是很受欢迎和获得到信任 证据显示 大约在公元的六世纪 这个陀罗伯地王国 去到三佛齐帝国的公元七世纪 很多佛庙都有一些纪念品交给来朝信的信徒 以便他们可以忆念起佛陀 泰国佛教法物在泰文就是叫 它的意思就是吉祥物或者是圣物 泰国人一般也都叫他们做 就是把一些小佛像在制造之后藏在佛塔 以便忆念佛陀和将佛教传承下去 而且也都包括一些菩萨像、圣真像和神像 拉玛四世证明国王的时代 泰国社会上的信仰有些改变了 在过去的泰国人 普遍来说是不会将佛像放在家里供奉 而在家后面建设一个佛室 用来拜佛和保存佛像和佛牌 他们也都制造和配戴一些小型的佛像 方便我们经常带着它 希望可以依靠小佛像的佛力 法愿祈求保护,避免危险 这些小佛像被称为 亦都是来自泰国人对佛像和佛牌的法物的信仰和尊重 被思维佛力和八法术的结合 至于出现在拜马五世 郑龙大帝的时代 郑龙大帝为了制造硬币 从欧洲订购了一些器具 导致了高真牌的制造 也导致使用了器具 制造出来的佛牌和任何佛牌被称为 或者是佛具 泰国人对法物的信仰和观念 至于泰国人的法物信仰 自古已经有了 文学里经常提到 尤其是战士作战时所佩戴的 以便作为心灵医处的工具 他们可以无无畏惧 勇敢地面对敌人 战士亦都相信 由一位法术高深的高真 以高级的法术所制造的法物 可以防身保护他们人身的安全 佛像通常被制造为小型的 因为为了在未来 当佛教有一天衰落的时候 各种物体毁坏了 仍然能够见到佛像 从而显示佛教的兴旺 泰国人生产和收集法物 主要目的都是为了给一些捐款的信徒 作为纪念品之用 信徒所捐的款项是用来建戒堂 蒸舍 偷卖建筑材料 以便建设公共的设施 和帮助受苦受难者等等 总而言之 为了让一些捐款者 可以接触和怀念起他们所做的善业 这些的佛牌或者是法物 就留给他们做纪念之用了 另外 法物亦都作为精神的资助 增加士气 特别是从事危险职业的工作人员 比如警察、士兵 法物同时亦都可以将佛教传下来 生产一定的数量 比如百万四千 或者任何吉祥的数字 从以上的资料显示 佛牌和法物都有具体的目的 和存在的价值 导致目前仍然有很多人在寻找 一些古老的法物 和一些制造意识良好的法物 尽管有些法物非常昂贵 价格高达一千万泰铢 仍然有很多人愿意花钱去拥有他们 不过 佩戴佛牌应该带有佛像或者有真人像 可以令我们厌念起三宝时 增长善业福报 而且三宝威力 亦都是宇宙至高无上的 而古曼铜 有些有私有的 或者一些很邪门的物件 各位千万不要接触他们 否则可能使自己人生更加苦和迷乱 这些不太安全可靠 依念起来也没有什么善业福报 亦都是因此累积到不快乐的果报 有łum知 哇 这么快 已经到第十一集了 冲小姐 不是第十了 Panny 這集來的 我們做了差不多三個月 跟大家講一些佛門的資訊 還有一些奇怪的事跟大家分享 這集我們剛才也聽過一條短片 翁小姐就是關於現在很多年輕人 香港的年輕人都有一個 穩佛牌的習慣 希望佛牌裡面可以給予一些外力的摧韻 財運 桃花運 各方面的東西 其實在佛教裡面 是否主張這一樣的東西呢 其實不是一定只有年輕人的 其實娛樂圈裡面有一個人 出了名 喜歡佛牌的 但是他只有一個佛牌 這個就是劉家良 他的佛牌是一個僧人 作為佛牌上面的角色 他這個佛牌怎麼得來的呢 他講的是1970年代的時候 他就去泰國拍電影 泰國有一個影帝 在泰國很出名的 這個影帝就拖著這個佛牌 當時劉師傅就跟這個影帝說 你這個這麼漂亮的 有些鑽石在旁邊 你這個飾物這麼漂亮的 他說這個不是飾物 這是一個高增 這是一個生命的佛牌 他會給你無限的生命 無限的祝福 你覺得漂亮嗎 他就把這個佛牌送給劉師傅 好 劉師傅上機回香港 到了香港之後 第一個消息收到的 就是這個影帝 他拍過一幕 劉師傅走了之後 他拍了一幕 在一個直升機上面 一隻手拿著直升機 一直在那裡打 他在一個直升機的地方 掉下來 是掉死了的 後來有人跟劉師傅說 這個佛牌是不可以送給人的 因為是一個生命佛 是有生命在裡面的 如果你把這個佛牌送給另一個人的話 你的生命都沒有了 就完結了 所以劉師傅一直很珍惜這個佛牌 從來都不離身 是 是 是 也因為這樣定下了很多規矩 例如他去洗手間 他就一定要把那個 扔到後面 男生可以了 不可以影響到他 男生可以扔到後面 也都在林林總總這麼多年 他拍電影的時候 都要脫下打功夫 不見過很多次 但是都是很奇蹟的 找得回 洗澡也要脫下的 當然 如果不是會進水 因為前面是一個玻璃 一個水晶的鏡片 有時都會裂 他就要去換 裡面是用什麼做的 像是一個石雕 一個黑色的石雕 到劉師傅不在之後 我們處理佛牌也有一個問題 因為佛牌如果是給了哪一個人的話 他就告訴你 你一定要跟著你 所以到現在為止 都是傳起了保險箱 因為大家都迷信 大家都不想成為佛牌的得主 然後不見了 或者壓力很大 根小姐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在七十年代 香港人仍未知道有佛牌 這件事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可以這樣說 所以就是他們娛樂圈 他就帶著佛牌 每天就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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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 然後也因為這件事 這個泰國影帝 這樣跌死了 給了佛牌 給了一個香港那麼出名的武術指導 然後就出了這件事 當時也很大買 當時很大一件事 令到更多娛樂圈的人 當時就很信 當時很多武打明星 全部都是全身掛滿的 真的差不多由這樣一個圈掛滿了 劉師傅的徒弟Mark Mark師傅 給了一個相片 你不要嘲笑他 他都是全身掛滿了 他是鬼都來的 是 他是最迷信的那個 他就全身掛滿了 所以好了 雖然我剛才講了這個故事 但是當然我可以告訴你 有時候有很多東西 除了我們的佛之外 釋迦瑪尼佛之外 在宇宙萬物之中 是有很多不同的神 不同的靈 不同的各樣東西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現在念的佛經 都是一些原始佛教的佛經 它裏面都有說 有很多不同的靈體 無論是神也好 鬼也好 它都有很多在 等於在佛經裏面 你都看到有這些東西 好像先主教都相信有魔鬼 有魔鬼 有靈體 有靈體 好了 所以是有的 我們有時候都會感覺到有這些 但是佛教最大的教育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很簡單的 你是一定要靠自修 靠你內力去修行 如果你這些外力 當然法力無邊 其實你知不知道佛教 是不准你念咒語的 哦 武術 法術 法術 咒語全部都不行 譬如有時候我們有很多念一些咒 因為有很多 因為你知道佛教分裂了很多次之後 他有很多 荷羅門教的 或者是印度教的 一些東西就進來了 進來之後 他們有些神咒 譬如念了這個咒 蛇蟲鼠會走的 是 念了這個咒 那個人又會 有些什麼特殊的 健康功能的 有很多些咒 但是佛陀就不准念咒 他亦都在一些經典上 是說明是不准念的 那戴悲咒是不是咒語來的 戴悲咒其實嚴格來說是一些佛號 這些其實都是佛堂沒有叫你去念的 所有的咒都是不需要念的 OK 明白 其實就是佛教最簡單的 第一就是你做好你自己的行為 你不要去做壞事 接著你就靜坐 你在靜坐裡面得一個智慧 就是戒定位 就是說你守戒 你禪坐 接著你就會得到那個智慧 就是三樣東西 沒有法會 也都沒有一些佛像 也都什麼都不需要有 那你是做那三樣最簡單的東西 那剛才所說 為什麼不叫你念咒 為什麼沒有那麼多佛牌呢 說起來佛像是怎麼來的呢 佛像就是 差不多是公元六世紀 佛陀死了之後 六百多年左右 是的 那才開始出現佛像 做一些佛像出來 然後呢 有些寺院 他們都因為做了一些塔 他們在塔裡面 就做很多很小的佛像 因為那時候有很多戰亂 他們有很多真人很擔心 說如果萬一有一天 就是戰亂了 整個地方摧毀了 燒毀了一些廟宇 那時候他希望 用一些東西可以提醒後人 原來有個宗教叫佛教 提醒你 喚醒你的佛性 所以他們會在塔裡面 做一些很小很小的佛像 等到將來就算燒掉了 都會有一個人撿了一個佛像 而從這樣開始建造佛教 所以那時候是這樣的 就做一些佛像出來的 那佛陀的形象 如何可以六百多年之後 知道它的原本是這樣的樣子 其實很多的佛像 都不是真的可以反映到 佛陀本身的樣子 你看到 都是有些以前的經書 形容過一些東西 但是你看到很多出來 那些釋迦瑪利佛都是白雪雪 整個洋人 那這些都是以你自己想它是什麼樣子 做了什麼樣子出來 但是是不是反映它本來是印度人 它怎麼會是這樣的呢 鼻高高當然 但是不是這麼白正的 那好了 這個像佛 其實佛界也分開了三個時期 第一就是叫正法時期 正法時期 有些人就說是佛陀 往生之後的五百年 有些是說一千年 這個正法時期 人人都守戒 守規矩 守佛陀的戒律 那接下來就是到漲發時期 那就是 漲是人企人邊的 是的 就是漲發時期 那又是一千年 接著到最後就是末發時期 那就是有一萬年那麼長 就是很久很久很久 現在我們就末發時期了 有些人就因為你之前 頭一個是計五百年 還是計一千年 有個爭議成 如果是計五百年的話 那你就現在已經進去末發時期了 但是計一千年的話 現在就鹹起點 可能差不多去入了 但是這個漲發時期 也是佛像的產生 那段時期是很輕盛的 是 那當然你看到現在 就算是大嶼山的佛像 當時 因為聖一老和尚的徒弟有說 為什麼會起這佛像呢 其實我們香港的大德老和尚 聖一老和尚 他那時也掙扎了一番 因為做了這一個大佛出來之後 必定是令一個清淨的地方變成一個旅遊點 但是好的地方就是 你做了一個大佛出來之後 令人因為看到佛像 而深一種平靜 深深一種對佛教的一種 就是嚮往或者憧憬或者了解 是令人看到佛像 而深深了那種感覺 同一個道理 如果是佛牌出現了 可能佛法是除了牌而來的 可能我對佛牌有興趣 就是之後參與人佛法 很多現在的專者都有這樣的說法 很多僧人都相信 你看到的話 令到有個影像出來 然後心裏生了一種尊敬 所以為什麼呢 這些佛牌很多時候 有些人去泰國送禮物 吃的禮物給寺院 寺院也回禮給一些紀念品 那些紀念品一般都是佛牌來的 它的價值就不會很高 但是都是一個心意 所以你看到就是一個回禮 或者是一個紀念品 等你看到的時候 經常都想起 原來佛教 我去共爭 所以我都想起一個淵源 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 這種叫做掛一個佛牌 是一種吉祥物的意思 這些是很古舊的 雜族都有了 譬如有些人去打仗 他們都會帶著一些吉祥物 其實這個是心理上令你提高了你的士氣 是一種心理的東西來的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游離的 但是佛牌有沒有它那種的法力呢 這樣說 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佛牌 其實這個來源就是一些死屍 或者是一些陪葬品 或者是一些嬰兒子 他死了之後 是不是叫做古曼童 是的 養鬼仔 即是俗稱 好了 這一種的產品 好像剛才所說 宇宙萬物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靈 它們有沒有法力 有的 可以說是有法力的 有時候咒語是否靈的 但是既然它那麼有法力 那麼靈 我們為什麼都不去接近它 不去親近它的原因 就是說佛陀說 如果你是跟這些外力 你有這些毛術 法術 甚至你有神通 你是太過倚仲它的話 你有一件事情 是永遠都不會做到的 就是靠自己自身 因為自身的修煉是很悶的 你想一下你每天要坐在這裏 幾個小時 只是觀察自己的呼吸 盡量不去想那麼多 只是觀察自己的呼吸 多悶呢 是吧 有些是 譬如我們參加一些密集禅修班 或者是一些僧人修行的 它不是坐幾個小時 它是坐十個小時 是不停坐的 那你想一下這些自身修煉 要做好事 不准去做壞事 你不准偷東西 你不准喝酒 不會妄語 不會邪入 那你要做這麼多這些 要限制自己 然後還要坐在這裏這麼悶 但是如果我可以有這個佛牌 或者我有這個咒語 我就可以很快地得到我要的效果 那這些就是佛陀不想你做的 因為到最後 你是什麼效果都得不到 原因就是說 你在這一生裏 你想要的榮華富貴 你想要的好東西 你可以通過這些愛力 你真的得到的 但是你死後之後 你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東西 令到你增長到的 因為你到最後 你都是得不到 那個真正的解脫 明白 所以這些東西全部是一種分散你注意力 這叫做Distraction 它給你這麼好的 那你就永遠都不會去想 你自己要去辛苦得到 明白 就是等於這樣 你考試 我給了一本答 Model Answer 給你去抄的答案 你抄完之後你肯定考得很厲害 但是你什麼都不懂 學不到 沒錯了 到你出來做事的時候 你什麼都不懂 跟減肥的道理一樣 都是這樣說 不做運動就是靠吃蕭脂丸 是不可能減肥 所以你為什麼 我完全不否定 就是完全不否定它的功效 它有功效 甚至乎你可能求這個 求那個 求財運 求桃花 你什麼都有了 但是到最後的代價是什麼呢 第一 就不說你答應了 你跟魔鬼交換一些東西 你要付出代價 就算你說天主教的魔鬼來找你 我給你一生榮華富貴 給你做總統 但是他有所有的靈魂 要交給他 沒錯了 你要知道你一生是短短的過去 但是你講的靈魂 不知道有多久 是否將你放到一棵樹上 你的樣子就是一棵樹上 浮出來的恐怖片 你永生永世在那裡 有人走過來 在那裡刻個字 你就很痛了 你何必要去冒這個險 跟魔鬼打交道呢 但是有些人就會想 我都不理得你講那麼長遠 我這一分鐘我先玩了 也有這樣的人 急功近利始終是人逐世裡 一個非常難解脫的麻煩 可以是這麼說 所以佛牌不是說他否定 他可能是非常有功效 但是這個是不可以做的 在佛教徒來說 原因就是說 他會令到你等於抄書 你永遠都是抄那本功課 你考第一 你都是沒用的 因為你不是真正自己收回來的 好了 也有個專者 由老友的 亦思亦友的希師傅 他是香港人 他是藍團的專者 現在是泰國的 他在網上 在Facebook那裡 也都是 有一篇文章 很詳細地講 這個佛牌究竟是怎麼看的 他最後也都講 佛牌其實最主要是 令到你思念到正法 思念到菩薩 思念到佛 但是有些邪的 譬如說一些古曼童 或者一些 私遊 牽涉一些 你想到他的影像 你想到第一件事 你不會想到菩薩 你不會想到佛 你會想到死屍 你會想到魔鬼 甚至可以用女性的屍體的體模來做 你那個反應是什麼 你的反應都是一些很黑暗的東西 那你就盡量不好 因為你的思維裡面 全部充滿了那種邪和黑暗 就算出來的結果是多麼好 你都是走不出這個 最終到你死後的靈魂 都會被這東西吸引了 去了那個黑暗的階段 因為很多時候 他就說你臨終之前的 那些 形成了你的思維 你的思維模式 如果不停都是這樣 陰陰暗暗 去施法術 去害人 甚至吸了你的運氣 來給我自己 這些都是一些不好的東西 明白 所以這個佛牌就是這樣看 但我又想問一個問題 翁小姐 為什麼現在的佛牌 會有價有市 哇 賣到這麼貴都有的 一些佛牌 根據希專師 希師傅 她說的 有幾種的 第一就是有些佛牌 它有很多歷史價值的 你見到佛牌上面 不一定是佛的 有時候是高增的 尊者高增的名字 就像劉師傅 是一個僧人的樣子 是一個高增 那好了 你見到這些佛牌 高增 那是一些古董 有些是有古董價值的 譬如你見到這個佛牌 你已經知道 原來這個差不多200年了 這個高增哪位哪位 它有一個歷史的古董價值 一些高增 它是有限量出的 第二就是有些佛子 它是在一個重建 一些的重建裏面 它做出來 即是會不會有一個善逢 或者是會有些東西 它拿了一些佛像出來做 會不會呢 它有些是因為重建 你去捐了錢 那它就會做一些佛牌 給你做紀念品 那佛牌上面 可能是講某子 譬如是1856年的重建 或者甚至是1986年 都不要緊 因為它的重建 它不是經常倒閉的 它這個重建 是一個很罕有發生的事情 所以這些佛牌 是因為那個 很有紀念價值 有紀念價值 第一就是古董價值 第二就是紀念價值 第三就是有些真人 很受歡迎的 很得高望重的 他們有時候自己製作出來的 那些也是很有價值的 分開專者就說有幾種 當然啦 你剛才所說的 或者是加入了一些法術 或者是些什麼 那些也是 亦都有部分的人 會做這些這樣的事情 令到它有效力 但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看你自己為心 你是怎樣想 但是呢 亦都有些的罪行 亦都是因為 我想要這種佛牌 甚至沒有泰國的真人 走進廟宇裏 去偷竊這些佛牌 那些是招惹到殺身之禍 凡是有價就有史的 你說爭人有時候 都有好有懷 有些爭人也有吸毒 有些都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所以地獄門前僧侶 多也都有這個說法 那就是說 在家人有時候 都一樣可以修煉得不錯 但出家人也做得不好的話 也都可以失去了 這個出家的因緣 所以這個就很難一概而論 但是佛教的確有很多法寶 例如 好像這個叫金剛明沙 你有沒有聽過 我沒有聽過 好了 這些都是一些 甚至是真人 他都會向你提議的一些法寶 金剛明沙是什麼來的呢 又說了劉師傅 沒有了 他過了生之後 都有一個出家人 都很有心 他就給了一包的金剛明沙 給我小小包的 那這個金剛明沙 是怎樣的 好像沙 它是海灘上面的沙 那樣的 但是它閃閃靈的 OK 即是有minerals 或者水晶在那裡 不知道是什麼 那時候你都不會去研究一下 你給包東西 你叫你去搞定那個 喪禮 去令到先人好的 我還要去 我還要去 但是我記得的就是 一包小小的 好像海灘的沙 但是它閃靈的 怎樣做法呢 就是將它擺在死者的額頭上面 擺在它的頸 這些地方 有幾個特定位置 它就不會受到任何的 魔鬼的騷擾 來搞它的身體 那當時你直接去做 那後來呢 這種的金剛明沙 你再延伸去讀 就說 有些貓貓狗狗不在 你耍幾顆 它就 將來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成佛 它就不會落它的惡道 那這個金剛明沙 其實在佛教界 無論是漢傳也好 藏傳也好 都是很追捧的東西 有些就說要加持過 如果是藏傳就灌頂加持過 有些就 漢傳的就說 念了幾多幾多篇的經文 令到這些金剛明沙 得到法力 好了 那當然那時候 可以拿到寶物 快點去做 但是現在到了你了解更加多 關於佛法的東西之後 這些法寶 你就會 走回頭一步去想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好像 這個叫做什麼 Peter Pan 小飛俠 灑了那些沙 閃閃亮的 你就會飛的 上天的 那你就要開你的智慧了 你就會知道原來 不一定是這樣的 OK 你想想像剛才提過 有些人大奸大惡 例如希特拉 我們用 如果用金剛明沙審 在他身上 你覺得可以改變到東西嗎 改變不到 沒錯 所以這些都是主觀願望 外觀的東西 內在要改變才行 還有在他生前的時候 去懺悔自己的罪行 才會改變 如果你說這些金剛明沙 是這麼行的 等於有些少少神打的意味 以前義和團的時候 我有神打 你刀槍不入 那你用金剛明沙射一下 就槍都不入 那你信不信呢 是不是 如果你覺得這些是這麼行的 美國的防部 不用開發 這個bullet proof的避彈衣 所以任何的東西 都要靠你的努力 最簡單說就是用考試 你用一個騙的方法 就算讓你考第一 你都不會長久的 那和尚有沒有說 金剛明沙 他們是怎樣做出來的 或者從哪裡拿給你 我得到的就是 漢全的僧侶給我 他們都是一番好意的 老實說 現在很多有些修行人 不是修行人 是一些出家人 現在出家就比較簡單 總之你說我肯去出家 就能夠出家 那他們能不能夠說 真的讀了很多關於佛學的東西 去比較法 去讀其他宗教 去做一個這麼全面的研究 你才去出家 還是你老師告訴你 你旁邊的人告訴你 什麼 你就去說什麼 我覺得 人說什麼 你跟著說什麼 那些比較多 好像 我從來都沒有聽過 有人告訴我 例如佛台原來吃肉 在兩年前一年前 我聽到的時候 我直接是 嘔嘴 嘔都很厲害 原來僧人是不一定吃齋的 那泰國的僧人 吃肉的原因是什麼 還有只有漢全僧人 中國僧人是吃全素 蜜中都可以吃肉 全部吃肉 所有人都是吃肉的 只是漢全 就是中華佛教 是不吃肉的 因為梁武帝那個問題 我是不知道的 那他為什麼不告訴我們 因為師父沒有說 問題就是 第一師父沒有告訴他 師父也不知道 或者師父也不知道 或者知道也不能說 因為你說不准吃蛇 你就已經沒有了很多人 十種不准吃肉 也是沒有人說 很多也是沒有人說 所以其實 其實真正正要一些 研究過佛學的人 也是出家人的 有多少呢 是吧 他又知道了之後 他會不會因為自己 一些既得利益的問題 他不告訴你 這個也是佔了一部分 但是我可以說的 就是剛才說的法寶 好像叫金剛明沙 這個就是一個 非常出名的法寶 他又不會說 令你帶來財富 與任何東西 他有這樣的說法 就是說如果你是在生的人 你也可以幫自己點一下 你點完之後 你又可以得到 可以得到健康 得到保障 等等 但是如果你再回想 在額頭上點一顆 拿來吹街避兇 你想起是什麼教呢 是不是婆羅門教那些 誰會在額頭上點一點 閃閃亮的 印度那些 沒錯 為什麼會突然多了這件事 你又會回想 就是當時佛教 在這個結集完了之後 因為佛堂死了之後 有人拿著瓦去收錢 結果 有些人說可以拿瓦去收錢 有些人說不行 最後的裁決是不行 不行 被人說完那批 就去分裂了出來 分裂了出來之後 他們做了大中報 慢慢後來 變成大乘佛教的時候 也都加入了很多元素 這些元素 很多都是參和了 一些印度教的色彩的 其實你看到我們有時候去印度廟 它除了紅色的那個珠沙 幫你點在那裏 吹起鼻孔之盒外 它還有一個張腦 是白色的 有少少閃閃亮的 那個點到那個額頭 白色有 有時候你真正去了解那個教 或者你在新加坡 你會見到它和你點上去 那個是白色有些閃粉的 那個就好像金光明沙的效果 明白明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比對其他宗教的做法 你其實猜到怎麼來的 所以 你講的是佛像 我們今天講佛牌 其實佛牌 是發佈的 這些全部都是 一些令到你心理上 覺得自己是強大了的 一些外力 就好像天主教 見到十字架一樣 就是有信仰 有個 symbol 給你 follow 是的 所以這個就是 有些是心理上 有些的確是不排除它有那個法力的 但是就算它有法力 講來講去都是 你如果它借助了這個法力的時候 你其實就是和神鬼打交道了 甚至乎你孔子也有說 子不與怪力亂神 是吧 都是不同的這些模特兒去打交道的 因為 但凡你在他身上 拿到任何的好處 你到最最後 你都是付出過代價的 那個代價可能就是 永生永世的折磨 和沒有那個自由 那為什麼你不好好地去自己去修行呢 當然靜坐 慈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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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很悶的 但是你最終可以得到的 就會多很多 那我想問一問 如果翁小姐 你是作為一個佛教徒 你有沒有一些建議 譬如我們一些佛教徒 家裏面 擺設一些什麼的東西 可以令到自己的信仰 或者是個 經常提醒佛會 和你存在的那些東西呢 你問我這個就非常諷刺了 我家裏基本上是一個佛堂 這個就是因為 當時這個信仰的問題 我不懂事的問題 我都是由無知 開始慢慢去讀 有興趣 然後因為被人欺騙 定位置單東西 我就開始去看 以前是什麼都不管 什麼都不看的 總之師傅曾經 認識出街人這樣說 我就這樣做 是完全不會自己去看那樣東西 是還是不是的 於是我家裏 真是滿天神佛的佛像 是最多的了 很多 差不多很多 什麼國家的佛像都看到 是的 又有壯傳佛像 又有唐卡 又有泰國 什麼都齊了 總之 好了 我現在當然是明白了 知道原來 什麼佛像都不需要 你真的去南傳 去那個叫做 香港南傳佛教禪修中心 在尖沙咀 沙南道附近 是 他就是別人那些 正統的佛教 他是沒有佛像什麼 只有一個佛像 很簡單的 其實他只需要一個最簡單的佛像 令到你想起 世間茅利是這麼多 就不用到處都是 但是既然已經 在家裏供奉了這麼多尊 例如我所說 這些神佛 他們是存在的 因為都好像佛經裡面所說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靈 我也都不想去騷擾 已經是存在的 但是我其實所有的東西都已經是簡化的了 我已經是不像以前的迷信的了 哈哈哈哈 我們搞清楚 真的迷信和向佛是兩件事 是啊 我不迷信的了 現在要打坐的了 好 今天謝謝鍾小姐 幫你解釋這個佛牌的問題 嗯 Direct led by 工均 No